1662年6月23日 郑成功骤然去世 郑成功的长子郑晶 成为台湾新一轮的通知者 这年 清王朝的年号改元为康熙 两方人物隔海博弈了20年 使得一个台湾海峡 波轨云局恶浪滔天 你想想整个东南沿海集省的老百姓 当时有多痛苦 长达30年间 双方有过补下10次的和谈 这样敌对两个政权 最大的分歧归根结底 就是政治认同的问题 所以谈判破裂了 6月22日 澎湖大海战打响 这是台湾海峡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 石狼水师可谓战果辉煌 他的库庙的行动 他的这个维持治安的行动 都是为了安定台湾社会 自然写了那篇著名的 《工程台湾起留书》 就全面的阐述了 要把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的这个理由 请康熙23年 康熙皇帝发布预旨 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设立一府三县 隶属于福建省